创造出这样的病民 使人民必须长期依靠医药而获取名利 因为这类的药物需要长期服用 一旦中断了 精神会变得更糟 我想这个原因是现代社会压力造成的 种种不平衡 让你身体精神都受外面环境的控制 你自己做不了主 我想这个才是真正的原因 如果学服 我相信不会得到这个病 为什么呢 你这一生当中有正确的方向 有正确的目标 你会活得很幸福 很快乐 每天都有成就感 就不会有犹豫了 第二个说 患死病症者如中断服用和不用钥匙 是否可以自行调整痊愈 应该可以 那么你就看看 山西小院 你就看看最近我们得到的这个 夏威夷土著心灵的疗法 你会得到一些歧视 这个是有效果的 是可以信得过的 现在时间到了 底下还有五个问题 是留着下个星期再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